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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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合作者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華安教育學 newshoot 錦囊妙技 本季是第三季 我們newshoot的Porto 最近有新的功能開始 大家在以前去收集一些errand 就是debug log的時候 這方面只能在User 就是扛在端上去做一個點選 然後把它存取在桌面等等的方式 那這部分呢 我們已經可以由我們的Manager 就是Administrator管理員部分去做執行 直接在我們的Polo上面去做建立 那原理上我們建立路徑 建立一些相關資料 那個檔案就會存取在特定的地方 把它招出來就可以了 這比較方便一點 就是說不用一直特地跑到User那邊去 當它產生這個資料 你告訴它的路徑把它寄過來 那就可以了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 首先我們進到Polo 點選到我們設備的一個清單之後 當然我們要對某一個設備去做設定 一定是點選它 好,當我們勾選點選它之後 我們要進到我們的設定裡面 好,這個設定裡面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了一個這個 Buglog的部分 那點選下去,我們可以看到說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呢 是我們可以設定到我們的路徑 請注意哦 這個路徑一定要存在 如果你不存在,它是沒有辦法成功 第二個呢,是ReadMe 什麼意思呢 它在裡面會有一個文件 好,記事本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是對於你我有一個注釋 就是譬如說,你可以打上日期 當然日期可能相關記錄就會有 或者是檔案名稱預設就會有出現 但是你可以寫說 它可能是因為怎樣的問題 譬如說,當機 或者是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稍微寫一下,稍微提醒一下 它就直接會寫在一個remit的文件上面 好,那完成後 在Poto上面會這樣顯示 顯示說它存取到什麼樣的名稱啦 它做了什麼,是不是已經成功了 好,那在Client端呢 我可以直接在這路徑看到這個文件 好,那這個文件它會是一個LIP檔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它會很散亂,它就是一個LIP檔 好,那以上呢 就是最近New Shoot推出的新功能 那這個功能其實蠻方便的 直接用遠端去操作 不用說,我還要去教User 或者是自己親自去 我只要產生出來 然後來告訴User把這個東西寄過來 寄給自己,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有問題可以透過原發社的詢問我 那也歡迎來到我Youtube 訂閱,裡面都有很多教學影片 那最後呢 資產不是一個人的 可以有辦法對抗的 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問題會存在 所以呢 我們推出了AIRT 不管是 你有什麼資產相關問題 都可以詢問我們 我們都可以團結 一起來對抗外面的威脅 那本技能就到這邊囉 好 好